富士康的美国工厂烂尾五年 当地州政府负债高达10亿美元 把美国坑惨了 富士康作为美国苹果公司最大的全球代工企业 兴致勃勃来到美国威斯康新州兴建厂区 但是现在厂区里最显眼的一个玻璃大球 却成为了著名的烂尾建筑 我们都知道 富士康和苹果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排得上名次的大企业 但为什么这两家企业强强联合 却在美国制造了一个烂尾大球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这个烂尾球具体地址 在威斯康新州拉新县蒙特普莱森特的西南部 是著名的代工大厂 富士康大举富美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整个富士康厂区占地有1200亩 但是几乎没有什么建筑 大球算是厂区里最醒目的一个大量的土地 就这样被控制着 富士康美国大球通体都是玻璃 比起拉斯维加的网红大球来说 这个设计显得过时而老气 而且这么大个球体摆在那里 并不清楚内情的民众只会当它是一个摆设 不过据鸿海公司强调 这个球体并不是花瓶 而是他们集团内部的高速运算中心 话是这么说 但烂尾球就是烂尾球 也正如它玻璃大球的外表一样 脆弱不堪的富士康 卷入了多起关于土地和当地政府的诉讼当中 根据法庭的记录 当石州 县 村和富士康签订了土地协议后 尽管居民们获得了高于当时40%的报价 并且还包括搬迁费用 但是当地居民仍然向联邦法院起诉了当地政府 他们认为政府在处理他们的土地时存在不当操作 当地政府为了安抚业主居民们 做了大量工作让业主们放弃诉讼 但这么多业主里一定会有钉子户 一些钉子户最后通过法庭与富士康达成了和解协议 能以569300美元的价格出售了2.92英亩的土地 合计每英亩大概为20万美元 据报道 将土地出售给富士康的当地的业主 例如一位业主出售了大概147英亩的土地 大概获得700多万美元 合计每英亩5万美元 对比一下 钉子户通过法庭的和解 每英亩获得的价格直接翻了4倍 另外还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提出了对富士康的诉讼 他们说富士康违反了合同规定 因为富士康把原始合同进行了修改 合同的变化导致拉新线的公民和纳税人受到了损害 这个诉讼后来被驳回了 如果说当地的居民业主起诉 是因为这个烂尾大球带来的一切损失 这也就罢了 毕竟烂尾建筑的危害让人痛不欲生 但是富士康当地公司的内部员工也起诉富士康 这就有意思了 去年2月 富士康玻璃大球的子公司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的一名内部员工 向威斯康新州东部地区法庭抵交了诉讼 这名员工指控富士康没有支付加班费 并且图改员工的考勤卡 富士康这个烂尾大球 和拉斯维加斯的菲尔网红大球 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美国被富士康坑惨了 工厂烂尾多年 当地政府被迫偿还高额债款 郭台铭的商业做的还是很成功的 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富士康的代工厂 在全球个人移动设备高速需求的今天 给全世界销量第一的苹果公司代工手机 富士康非常有眼光 其成绩也相当卓越 亚洲地区最著名的代工厂 就是中国的富士康 富士康每到一个地点开设工厂 都能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但这么个企业 为什么到了美国建造工厂 会水土不服 2017年1月20日 特朗普在白宫宣誓就职 美国开启了懂的时代 因为特朗普就是什么都懂 懂的都懂 不懂的也懂 坊间尊称他一声懂王 特朗普之前是做房地产起家的商人 他最大名鼎鼎的物业 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房地产项目 就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特朗普大厦 此外 他还是互联网上最大的网红 2017年 他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口号 现在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组织 也有说 这个是特朗普的官方应援团 房地产商人大网红特朗普 在做了美国总统以后 政绩却让人眼前一黑 让美国再次伟大 喊出这个口号的特朗普 其目的是 想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 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 这样就业就会欣欣向荣 美国就能再次伟大了 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 钱毫无疑问是一切的通行证 而要想前来得快 高就业率和高流通率 是最便捷的方式 所以美国几乎所有的政客 但凡想要在自己的从政路上 添上游墨重彩的这么一笔 就业率永远都是那个 可以上分的关键点 特朗普也不例外 他的办法就是给中国加关税 在他看来 中国的制造业这么强悍 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 只要给中国加关税 这样制造业的成本就会变高 中国就不得不减少 制造行业的社会占比 这样一来 在全球环境之下 一定会空出多余的工作岗位 然后让这些工作岗位 回流到美国 至于如何回流 特朗普想出的办法就是拉拢 让一些世界著名的代工厂 来美国建厂 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 富士康自宣布要去美国建厂 就赢得了巨大的关注度 因为他太符合特朗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题 经过了厂区的选址 和一系列的前期工作 2018年 特朗普和富士康老板郭台铭 以及威斯康新州的州长 和多名政府官员们 达成了一致 他们在美国富士康的长纸地块上 西装革履 精神抖擞 挥舞铁锹 进行了一场 无比绚烂的奠基仪式 富士康当时承诺 将投资100亿美元 搞一个大型的液晶屏幕生产厂 能够创造 13000个工作岗位 这对于威斯康新州州政府来说 简直就是送到门前的 大肥烤鸭 肥的牛油 于是州政府会议通过了 一项28.5亿元的税收激励措施 只要富士康在未来十年 达到一定的就业岗位和投资基准 就可以获得这个税收减免 同时 还减免了富士康1.5亿美元的销售税 细算下来 何济州政府承诺对富士康的补贴 将达到令人瞠目的30亿美元 这是先期的规划 而富士康之所以要选择建一个大型的液晶屏幕生产厂 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爱看电视的国家 所以这个液晶屏幕就是给美国人做电视用的 但是在个人设备手机为王的时代 生产电视机屏幕怎么看都有点跟不上时代 再者 从工厂产出对比看来 一个美国家庭假设五口人 可能需要的电视就是一台最多两台 而这五口人需要的手机那可不是一两台了 甚至可能是一个人需要两三台手机 从价格对比来看 一台手机的价格约大于或者等于一台电视机的价格 另外 当时特朗普的承诺 也是想让苹果这种大的制造工厂回到美国 从这里开始 可以说 富士康美国工厂的定位就发生了偏移 不过根本没有人在意 就连特朗普自己恐怕也不在意 也许在他看来 富士康这三个字 比苹果全球最大代工厂更加引人注目 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之下 一个大代工厂的下游地区 可能有无数个小的加工厂 这些小的加工厂和大厂 是互相依赖互相帮忙的关系 就比如一个城市里 一个大饭庄 就算有自己的菜园子 自己喂的猪 但还是免不了要去当地菜市场 采购一些食材 富士康虽然给苹果代工 但是也并不是代所有的工 如果美国复制中国富士康的模式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郭台铭作为一个中国人 很明白这其中的水分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 他立项的时候就选择了做大型液晶屏幕 特朗普作为一个成功成为美国总统的商人 他治理国家几乎使用的都是商业方法 这其中就一定会有损失 那么 这些损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富士康勇闯美国 不仅工厂烂尾多年 还让当地州政府吃了大亏 美国富士康建厂之路 如此坎坷不平 但终究还是建成了那么几座厂房 除了玻璃大球以外 还有一些散落的小的厂房 这些厂房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 富士康这些年 又生产了些什么产品 当年富士康美国工厂 轰轰烈烈奠击之后 就开始动土建厂房了 这个玻璃大球就波跌而起了 周围还有零星的几座建筑物 还有一个大型的工厂 然而五年多过去了 目前这1200亩土地绝大部分 几乎还处于闲置状态 富士康对正在进行的工作 一直保持着沉默 但从不实建筑与媒体的报道 依然可以亏到一些端倪 生产情况上看来 富士康实现了升级 之前说的只生产电视的液晶屏幕 后来说手机 平板电脑 电视机的屏幕都生产 富士康还在威斯康新州大学 麦迪逊分校 签署了一项价值1亿美元的协议 说是为了创建一个 富士康科技研究和工程学院的 跨学科项目 此外还给麦迪逊分校 捐了70万美元 为了赞助工程学院的 某个研究项目 尽管还不知道 这个和那个1亿美元的项目 有没有关系 而且这可能只是 大学里司空见惯 经常与外部公司合作的 赞助类研究项目 富士康还在拉新 吕湾和欧克莱尔 签署了一些当地协议 这些协议的目的是为了 建立一个创新中心 和那1亿美元项目一样 仅仅是签署协议 之后啥消息都没有了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富士康的工厂生产了 约10万个口罩 也有传言称 富士康正在给谷歌开发服务器 但是双方都未证实此事 2021年9月 富士康称收购了一家汽车厂 是位于俄亥俄州 洛兹敦的同名汽车厂 合计花费2.3亿美元 据媒体报告讯息称 到2022年底 富士康向该汽车厂 投资1.7亿美元 随后又追加了 一笔5200万的投资 2023年 洛兹敦汽车厂宣布破产 他们把原因归结于 富士康的支持资金断裂 并且反复修改合同 一并把富士康告上了法庭 同年春天 富士康董事长刘洋伟说 正在计划生产 电动汽车的电池和储能元件 但该项目目前查询不到任何讯息 如果说富士康玻璃大球 本身的亏损和失败没什么 毕竟商业市场瞬息万变 亏损太正常了 那当地州政府和居民的损失 却让人心惊 威斯康新州政府 当时大举承诺的 要给富士康 减免28.5亿美元税款 在2021年的方案中 已经降至8000万美元 富士康承诺的 全州13000个就业目标 也在一减再减 并且其内部的员工 还因为拖欠工资 和修改考勤的事 起诉了富士康 2018年 他们承诺 建厂需要投资的100亿美元 也已经降至6亿多美元 州政府还表示 富士康要想得到税收减免 就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就业标准 和资本投资标准 尽管在早期 很多当地居民和纳税人 都通过富士康远高于市场价的 土地补贴 拿到了不菲的资金 州政府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 都或多或少得到了赞扬 但是到如今 因为工厂烂尾 当地州政府的损失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0亿美元 人们的预期建立起来很快 丧失调也很快 最后要为那场轰轰烈烈的 电机仪式买单的 归根到底是州政府和纳税人 特朗普作为房地产商人 却当了美国总统 这显然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可能因为做商人 做网红 特朗普做得太成功了 所以做总统他总是有缺点的 美国2024大选 特朗普也作为候选人在参加 不知道威斯康新州的选民 到时候会怎么选 郭台铭也是做商业 做得非常成功的人 很巧妙的是 他也去参选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选了两次都没选上 如果他被选上了 那么可能也做不好 富士康过去的辉煌轰轰烈烈 而富士康美国工厂的道路 却步步坎坷 选错了合作对象 一招错起满盘皆输 选对了合作对象 双方互赢步步高升 商场如战场 战场从来不会给失败的人道歉 战场从来都青睐赢了的人 唯有及时止损 保存实力 方才能够再下次小心注意 积蓄力量 再现辉煌 帮助 穿 那里